每年的农历10月13日是软臂真君文化祭 为了传承大臣记忆和历史 花莲施工所在文化祭之前 连续举办了大臣系列活动 实在好窝里城市有做暖身 邀请到大臣一纯老师 导览民众认识大臣文化 也透过街区实境游戏 品尝大臣家庭的美味佳肴 软臂真君是大臣人的传统信仰 在每年农历10月13日 举办软臂真君文化祭 23日起连续四周的每周六下午 花莲施工所举办实在好窝里城市有 为文化祭做暖身 邀请居住大臣村的蒋邦林老师 引领民众认识大臣文化 学习大臣话 然后周房闯关大臣社区 再接着品尝大臣家庭的美食料理 事实上也是透过粉丝专业 然后了解这样的活动讯息 我觉得对于身在台北市 以及或者其他地区的我们 对于花莲的文化事实上是不太了解 我觉得花莲施工所带来那么丰富的文化 不管是大臣故事馆 或者是花莲的重庆市场 会觉得让北部的人有一股冲动 觉得就算是花火车票 过来这个地方也非常的超值 特别是很多活动完全是免费的 然后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知识 跟艺文化的冲击 所以我们愿意千年挑挑来 花莲这个地方享受两天的知识饗宴 那这次活动也要谢谢花莲县政府民政处的一个补助 跟花莲施工所自己的预算 来办理相关大臣文化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过去几年来都办了非常多大臣的文化活动 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元素 那今年的部分 我们用城市油的部分 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大臣村里面 各种不同的建筑物 各种不同的故事 还有导览我们的一个大臣馆的部分 让大家了解到过去大臣的文物跟历史 还有背景 那我们期盼让更多的民众 能够了解到大臣的生活文化跟语言 那进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办理相关的一个聚餐的部分 不过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 就是大臣的一个升旗 那我们也期盼有更多的民众 共同来了解在地的文化 或者是其他的文化 都能够了解到彼此之后 更能够珍惜这样子一个文化的传承 再次要谢谢我们大臣村的理事长 理长大力地在推动大臣的文化 那我们发言施工所也会持续地 来支持这些活动 四场活动搭配导览 闯关游戏以及不同的主厨上菜 而受疫情影响 原预计在软臂真君庙前举行的夜间晚会 将改在11月16日上午 在大臣故事馆前 篮球场举办城间升旗典礼 更多详情可搜寻花莲市文化观光资讯网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